同学们好 那么先从一个纠错开始 99%的同学那对于长镜头的理解都不太准确 大家觉得说长镜头就是时间很长的镜头 觉得就像人眼盯着看一样 以前还有过一个数据统计 他说观众看一个镜头超过7秒就会觉得枯燥 所以把超过8秒的镜头定义为长镜头 这种记录式长镜头的判定条件是时间 但是从学术角度来讲 定义镜头长短的除了与时间有关之外 更主要是取决于空间 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说一辆车它从上海开到北京 那我们叫长途车 是因为它开了很长的时间我们才这样称呼吗 不是的 不管是从上海到北京是开了10个小时还是10分钟 只要它走过的路很长 那它就是长途车 时间它其实只是空间活动的一个半生产物而已 那长镜头的真正定义它是通过轨道 摇臂斯坦尼康等机械连接起多个空间 以一定的时间顺序呈现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镜头 轨道摇臂就好比是载着这个摄影机的长途车 它们移动的路线就是摄影机的旅途 那摄影机的起点叫做起伏 落亭的终点叫做落伏 因为这些设备它只能通过学校或者说片场的学习 才能了解说它的使用方式 所以又称之为学远派长镜头 轨道摇臂斯坦尼康呢 它们都有各自的移动法则 比如说轨道它只能水平运动 而且不能俯拍 摇臂呢它可以垂直运动 斯坦尼康它可以前后左右万象运动 但是不能起飞 而当它们组合到一起的时候 就可以实现一个无限的可能了 那这种工整的拍法 它非常适合象棋的这个主题故事 我们以最具代表性的几只运动长镜头举例 说明一下背后的一个设计原理了 首先运动长镜头经常作为一个场景的开局镜头 叫做master shot 那么在古代啊 为了让观众能够清楚地掌握到场景信息 最早都是用一颗全景来开局的 一览无余 但是没有情趣 那相比起来就是运动长镜头的开局 它在一开始只会取到一个局部的静景 跟着再录一点 然后再录一点 然后使得信息逐层逝出 就像逐字揭晓的一个填字游戏一样有趣 比如说我让你猜一个四字的单词 只录出头上的一个s 然后我制造一个悬念 然后我再给出一个h 让观众满怀期待 然后我再给出一个i 到此为止呢 观众可能就可以自己联想到最后一个字母了 这样呢 它就会比一次性呈现这个单词的全貌有趣的多 甚至作者还可以在最后不安常地出牌 制造一些惊喜 比如说在这颗姚碧镜头里 起伏是孤儿院的宿管 跟着姚给了好姐妹 你发现好姐妹这个时候已经长大到了会抽烟的年纪了 你就得到了一个时间流逝的提醒 略加思索你就能推测出 harmon他也不再是小朋友了 随着好姐妹的台词引导 姚碧顺势下沉 长大成人的harmon入化 洛福就验证了观众的一个推理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洛福制造惊喜的案例 这个场景当中呢 起伏画面是这对暧昧的男女 随着镜头运动洛福 移给了tons的紧身裤好兄弟 在harmon的视线由于两个男人之后 这里又使用了一颗长镜头 起伏是后颈的紧身裤好兄弟 洛福是前颈的tons 把这两个男人通过一颗镜头连贯起来 就建立出了一种微妙的关系 至于是什么关系 已经不需要用台词解释了 尽管通过剪辑也能完成这样的叙事 但是长镜头通过把两个元素 框在同一个时空里 它强化了两者的联系 另外呢 哪怕运动长镜头从头到脚 只是对着单一的对象在拍 也会随着运动的变化 产生一个化学反应 比如说这个场景 起初harmon受到了养父的一个言语攻识 然后他处于一个弱势 摄影机就取了一个俯拍的角度 把它拍得出出可怜 而当话题触及到了养母的时候 harmon发动了一个反击 瑶碧从俯拍视角调整 到了养拍视角 harmon变得强势了 而相对的 此时养父则被前堵住了 所以两极反转 由养拍变成了一个俯拍 这两支镜头尽管在后期的时候被交叉打碎了 但是在前期构思的时候依旧属于一个连贯拍摄的长镜头 补充说一句像这种呈现两个演员的身位差来体现人物力量强弱对比的情况 除了可以设计镜头调度之外 也可以设计演员调度 比如说为了让出场胜过的harmon有一种膨胀到高人一等的感觉 这也就设计了一出食堂吃饭的戏 安排大多数演员都坐着 对比起来站着的harmon就是真高人一等 养拍角度他极具一个攻击线 相反当harmon被禁止下棋之后 他去请求老父亲说情 这也就设计老父亲他踩在一个梯子上修灯的一个情节 让他居于一个高位 这样养腹对比强弱力胎 再者当harmon还是个新建家门的乖乖女的时候 他会放低声位蹲坐在这个楼梯上 使得自己和母亲处于一个同一个水平线上 两者的关系就是比较平等的 而当之后他执意要参加象棋大赛先斩后奏的时候 他站到了楼梯上方居高领下 母亲却还是坐着的 一对比就知道力量的强弱了 这种利用声位插呈现张力的调度 我在这里拎出来讲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懂 但是在拍片的时候要处处设计到每个镜头 是需要一个非常扎实的基本功的 那说起基本功我们干脆再多讲一些东西 轴线 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术语 这是在两个对话的人之间连一根线 摄影机的正反打通常只能在轴线的一侧活动 要是忽然有一个机位越过轴线拍的话 看起来就会很不合视觉逻辑 会感觉很跳 所以大多数导演都是不会去跃轴的 但是这种理解其实是错误的 因为轴线它不是一种限制拍摄的规则 它是一种反转情绪的技巧 本片当中哈尔蒙和三个情人的关键镜头 全部使用了月轴来翻转气氛 这里当两个人聊的话题从下棋跳转到生活的时候 机位就配合演员的调度 从对面的站位改成了一个肩并肩的并排 并且特地设计哈尔蒙绕过打底表哥 做到滑油 硬生生的将这个轴线反转过来 利用月轴的跳跃感暗示观众人物关系发生了变化 而当哈尔蒙和汤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也是通过一个月轴的镜头运动 把陌生人跳转成了一种人 不过全剧最经典的一个月轴技巧运动要素 哈尔蒙和Benny的这一场快起了 镜头最初他在轴线的一侧做常规的拍摄 当一局结束要重开一局的时候 会突然月轴作为一个转换 每重开一局就会再月一次轴 摄影机在轴线之间反复横跳 利用月轴的跳跃感 它代替了时空的跳跃感 完成了时空切换 接下去我们再回到场镜头 在这颗赏新月幕的镜头里 特效灯光服装美术群演都配合的非常好 只要任何一个部门有失误 这颗镜头就得废弃重来 侧面说明了学员拍长镜头效果这么好 国内却为什么那么少的剧集在用 其实我在隐秘的角落里已经初步讲过了 一个是因为单机广角运动镜头的拍摄 它不如多机位的固定拍摄 那样能够省钱 有些明星的时间它也等不起 另一个今天要说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这边还不具备执行上某方面的条件 摄影灯光其实还要说运动场镜头 它对于艺术设计的要求尤其的高 包括前期视觉定调现场的美术桶和 后期的特效补强 在这个片子的背后 你可以看到有整整两页的人 他都在负责这个艺术把控 细致到每个群演的服装 每一朵装饰用的花 它们事先都会设计好 这群人可以一座视效导演 或者叫视觉概念指导 但是在我们这里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中文译名 是因为在我们这里没有这批公主 这整整两页的人在我们的剧组里 通常就被缩减成一个美术组 而且我们的美术概念 还是从早年舞台美术延伸出来的 这个美术它只跟道具对接 但其实得有一个人去联动灯光服装道具 以及后期特效的视觉通调的 比如说演员的服装颜色 它一定是跟窗帘沙发的软装颜色要互相搭配的 所以目前这个视觉设计的活 还是得靠导演去兼职调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好设计和审美的知识 继续整体 其实这些大范围调度的镜头运动 都不是漫无目的的乱摇的 镜头运动的动线 其实都是有很多设计技巧的 假设你是一个老色P 对不对 你看到一个美女 然后她起身走过来 那么你的视线就会跟着她走 那么镜头也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演员先动 然后镜头再跟着动 假如人没有动 镜头上次就自己动了 是很没有道理的 会显得太要了 就很别扭 但是有时候起伏的演员 就是固定不动的 我们要怎么样镜头自然的去到洛服呢 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会设置一个群眼 让她按照镜头动线走动 让她把我们的镜头带到洛服去 这样就符合了一个世界逻辑了 举例来说就比如说这个体育馆的开场 起伏是刚进场的Harmon 但是她近来看到眼前的景象发懵了 我们的镜头想呈现她眼前的这片景象 又不能莫名其妙的自己动 于是这里就增设了一个工具人群眼 带领镜头开始走动 就好像镜头是要跟拍这个人一样 哪怕在她坐下以后 镜头也可以顺着她拉出来的这条动线 一直走下去直到洛服洛服 Harmon被整个体育馆的男人包围 显得渺小了一只 那么在全片当中诸如此类设计出来的 学员派长镜头呢 非常多也非常好 但是我前面说了 这些是谁都能通过学习实践习得的 以上这些内容呢 以我一个三流导演的水平 也都能操作出来 但是既然这个片子 我说她堪称第二枚剧啊 自然还是有一些绝大多数人 包括我都无法达到的境界的 比如说我以前说过的《华王英长镜头》啊 本片出现了这种指纹其身 不见其人的卵处理方法 通过去除掉拍摄对象 换取了观众自省的脑补和想象 这在拍摄上是一种留白的剪法处理 剪法它就是艺术最高级的形式了 这个片子里最感动我的两处留白 是分别关于哈尔蒙的父亲和母亲的两颗镜头 但是这两个画面里都没有直接出现父亲或者母亲 在这里呢 当哈尔蒙身处地下室看见了什么 然后走过去的时候 这个焦点它却没有急着变过去 而是用三秒钟的虚焦给到了观众一个充足的时间 去猜想接下去会看到的内容 三秒钟的刘白把一个沉默的男人持续了十年的关怀 通过观众的想象力自信回味 扩散出了数百倍的效果 这三秒钟的虚焦看似简单 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一百个导演里面九十九个都会立马变焦 深怕观众看不清楚 只有一个足够成熟的作者他才会有如此的自信 最后我们再看一颗关于母亲的镜头 作者他在创作这颗镜头的时候 他已经是跟着自己的情绪在走了 其实已经没有再拘泥于任何手法了 但是为什么我还在鼓励大家学习这些技术呢 因为只有当我们对这些手法全部烂熟于心 只有当知识真正成为自己的血肉的时候 你才会拥有绝对的自信 你才能够把自己完全交付给感觉 只有充分掌握了建构的人 他才有资格去解构 每次看到这样既成熟又诚实的镜头 那就会让我肃然起敬 我想假如有更多的人能看懂镜头背后的设计理念 就能有更多的人感受到作者的这份禅书与诚实